我觉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了 我们全面突破了空间链建造的关键技术 具体举些例子 就包括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的生活和工作的保障技术 以前航天员载轨驻流就长时间一个月 现在增加到了三个月六个月 这对载轨驻流的保障还是有一些和很大的差别 这个技术得到了全面的验证和突破 第二个我们就是完善了任务的组织指挥体系 进入空间链阶段以来 我们的任务实施进入了高密度的阶段 像去年我们五次飞行任务 就是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连续实施 这个也对我们的任务组织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了保证任务顺利的组织实施 我们进一步完善了任务的组织指挥体系 然后建立了战争飞船应急发射的机制 和航天员应急返回的搜救机制 第三个就是我们初步建立了 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战争航天的运行管理体系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要求 我们研究制定了集中与分布式飞行控制的这种新的模式 另外研制了分布式的地面控制的系统 并且在空间站核心舱发射入国以后呢 那就投入了使用 经受了这个实战的考验 也为我们后续空间站长期的载轨运行管理 也打了一个基础 第三个呢 是我们还是取得了空间科学研究 和空间站这个综合应用的这个效益 我们利用核心舱上的空间科学的实验设施 开展了以无容器和高微重力实验 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实验 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这个成果 另外呢 工程的发展呢 也始终坚持服务国民生计 国民生计 带动科技发展 提升综合效益的宗旨